将建筑用于主人环境 在国际很出名的建筑台书魏妍舞 这次的展览与武感的建筑来面对未来相似的设计 希望开发观众应快、应平的、应听的 各种体验的无感感受 该展览中顺序全世界 在台湾有一个镜头就在台南 其中有一个镜头也应邀整容参观 欢迎将把机会来衍生难得的建筑设计点 我们感谢清吉林教育基金会 能够提供免费的展览 李妖大师来到这边 我相信对于提升市民朋友们的艺术涵养 以及对于建筑的一个想象空间 有一个非常大的启蒙跟扩充的效果 所以说欢迎大家、各位好朋友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到6月16日 能够来到我们清吉林博物馆 能够来这边看一看一张大师的艺术成就 很难得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邀请到魏延武老师 然后他特别把这个无感的建筑在世界巡回的展览 让我们可以在台南可以举办 那这个展他非常特别是 他是第一次这么多规模的作品在台湾呈现 然后第二个是他也展出了许多魏老师 私底下没有公开的一些画面以及书法 那更难得的是他把这个展区用无感的方式 不管是视觉、听觉或是整个嗅觉的饗宴 能够呈现给消费者 所以非常难得可以来到我们台湾、台南 该电浪在清吉林集团交友基金会出行 和机器要让所有民众都应该免贵参观 平衡台湾的技术基金 在电浪就在档枯上三楼和中边楼口 不过为了高路看电浪的品质 是要先卡电位有用 空流2600277千 但先无人关机彩虹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